各位兄弟姐妹,我们去到上年期第32主日 神父祖在英国的旅程完结回来 休息了几天,今天和大家再见面 今天已经踏入了11月,11月年龄月 也是教会这个年历最后的几个礼拜 今天的读经一、读经二和福音 都提及了同一个概念,有关复活 特别在读经一和福音那里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的复活 我们要来讲两个有点不同的概念 我们讲了有关教理方面的东西 读经一和福音所讲的 读经一就是那个旧约 希腊、希腊、犹太人的时代 那时候这七个兄弟和母亲最终都是这样死的 当中所讲的这个复活 还有这个撒道赛人和耶稣所讲的复活 这个主要其实不是说我们信经里面的死人的复活 或者肉身的复活 这个主要是说这个所谓常生 这个死后灵魂的永生 所以首先第一层我们先讲了这个 就是基督徒我们相信 因为福音里面和这个 和这个教理里面 早期教会的教导 中途的教导 都是一致地说 就是人死后不是完结的 旧约我们看到一直以来那些教父 那些圣祖不是教父 圣祖 特别是这个约白书里面说 就是我死了之后 但是我还会见到天主 说到死后有一个永不完结的生命 旧约相信 譬如死了的人仍然在天主面前 在这个阴府里面等待着 那你在这个新约里面看到 耶稣死后那些圣祖 显示了他们的生活 在今天的福音里面 可以看到阿巴郎 伊撒格、阿哥伯 讲述就是天主前他们是活着的 所以第一个概念 这个就是他们说 死了之后我们是肉身与灵魂 原本是分不开的 这就是因为人的腐朽 所以令到可见的肉身 就必须要腐朽了 必须要完结 因为让我们的罪 和在世间的苦 有一个句号 因为人不应该是 活在罪恶和痛苦之中 但是因为罪的引入 令到我们在这个在世 所以有一个方法给我们 可以有一个出口 令到罪和痛苦不能够去完全掌控我们 所以要经历这个死亡 死亡是肉区与灵魂 一个不正常的撕裂 因为天主教我们相信 人的肉区和灵魂 原本是合而为一的 一个有限时间的 在无限生命的合一 原本我们没有完罪之前 这个原本可腐朽的肉区 会因为我们光荣的灵魂 会享受永恒的不腐朽 但因为罪恶和死亡进入世界 所以要有一个终结 所以要有一个分开 所以第一件事 所说的福音 和旧夜里面所说的所谓的复活 第一个层面就是 有这个不死的灵魂 所以死后仍然有生命 所以耶稣说 天主、我们上主 不是死人的天主 而是活人的天主 所以天主经常说 他是阿巴罗、伊撒格 和阿各伯的天主 就是说 这些圣祖是没有死到的 那个灵魂 肉身是死了 埋葬了 腐朽了 过去了 但是灵魂是不死不灭的 同样我们的灵魂是不死不灭的 只是这里 你已经足够我们想了很多事情 我们回来这一点 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件事 我们不单止相信 会有永恒的生命 在灵魂那部分 因为灵魂刚才说过 只是一半 我们的天主创造我们 不只是不可见的灵 而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可见的欲区 灵魂本身 我们是驱使不了去表达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意愿 我们的渴求 我们的爱 我们的服务 所以人要有欲区 他们可以完整地去生活 所以现在死了的圣者 是在等待着什么 在墨士陆那里说的 就是在等待着全人的复活 所以墨士陆有说第一次死亡 第二次死亡 也有说永生和肉身的复活 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 我们说的复活 我们就说了 还有另一个Dimension 不单止是死后 仍然延续一个不能够停顿的生命 然后还有一个欲区的复活 但是这个欲区的复活 不再在罪恶的世界 痛苦的世界 不再在腐朽的操纵之中 而是真真实实 完全地与我们灵魂在天堂 不再染罪当中 得到原有应该 传人天主给我们 作天主子女那份的光荣 就有如耶稣 復活那个光荣的身体 可以不受这个时间空间所阻挡的 是可以穿墙 是可以随意出现 是不会伤痛 不会受伤 不会死亡 不会腐朽 还有我们一切的身体的功能 都是有一个超然的被光荣 所以这个是我们期待着真正的子女 完全的彰显 罗马书也有说 保禄所说的 全世界受造 都在等待着天主子女的光荣的显现 等待着这个末世的时候 我们全部人领取了身体 那些是在一生的回应之中 真正进入天堂受光荣的人 就会显示到那份光辉奪目的 完美的灿烂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刚才说过 有永远的生命 而这个生命不单止两层 不单止在我们灵魂那里 而我们欲区都会完全 整个人会转到这个永恒的角度的时候 这件事我们相信了这件事 我们就必须要改革我们 在世此刻的生活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在世的生活 就是看到什么呢? 公义达不到 痛苦好像跟我们所做的善事脱节那样 那时候我们很容易走到一个位置 就是很消极 很消极 或者所谓很cynical 就是觉得什么道理 说来都是废的 就是根本上是没有常理的 根本上是不公义的 不关事的所有东西 基本上我这一刻 健康与否 富贵与否 舒适与否 全部都是我这一刻享受的 因为我们见不到善有善忠 恶有恶报 在在世短短的这几十年里面 我们看得很少 我们有很短视的看法 我们在这三年 这十年 这二十年 或者这一生人里面 我们会看到很小很小 整个世界 但是涉及那么多的人 那么长的历史里面 就觉得我们这一刻所做的事 要我这五十年里面见到 我见不到答案 所以你不要跟我讲其他的道理 死后都不知道有没有事情 如果死后是没有事情的 没有复活的 没有永恒生命的 我这一刻能否享受到 就是我这一刻能否拿捏 掌握不掌握 或者去不去霸取回来 没有永恒生命的后果就是说 你说什么道德呢 其实说到最后就是 我能否被人捉到的 那你试想一下 我们如果这样想的话 那就是所有东西都很法律化 很法律化 我能不能走得出法律的捉拿里面 如果我有法律捉 我有所谓偷到鸡 那我便是黄了 我就叻了 坏我就瞒了 游戏我就玩了 此我就得道了 明成利就 我这一刻就霸了回来 嘿 是吧 我享受了这一家 很多人现在就是这样想的 就算不是这样做 或者不是以残暴的方法 或者是霸取的方法 其实这家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想的 很多年轻人 他为什么会这么放弃呢 为什么好像不肯去捱呢 为什么这么怕辛苦呢 就是说 今天有手 今早就醉了 他对世界看得很负面 很消极 就是说 明天都不知道会不会世界大爆炸 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想的 明天都知道会不会全部都死了 今早就享受了他算了 所以很放纵 很放纵 很放纵 不仅在欲区上面 在思想上面很放纵 我要想怎样 我就是我的人权 不需要说道理 不需要说科学 不需要说证据 我喜欢想怎样 你就要给权我 你阻碍我 你就欺骗我 所以这些就变成了今天的道理 如果反过来 如果圣经是真的 如果真的有永生的 如果真的有超过我们这个时间框架 最终的公义 那就不同的题法 那就变成了 我不是主导者 我是要参与 我本身的职份 世界上我有一个位置 是有尽忠职守 是有在痛苦之中 持守一些不变的原则 因为有最终的教掌 我们基督徒就是相信这件事 不是因为这件事好听 而是这件事 是真真实实天主耶稣 进入他的历史 告诉我们 而是不断有圣人 在他们生命里面证实了 这个是真正的自由 是真正的喜乐 是真正的喜乐 是真正可以帮到人 如果有永生的话 就是说我们真正要活这个 以及要帮助人家 去活好这一世人 就不可以再说 我这一刻 我不理任何东西 我掌握了这一刻 我玩尽它 我想怎样就怎样 我说是这样 你就会给我 因为是有后果的 如果这件事是错的 是有永恒的破坏 如果有错 就会永恒地 伤害我的灵魂 也会伤害别人的灵魂 如果这件事是好 它不单止可以 赐予一个内在的释放 而是也帮助其他人 可以超越眼前的困壁 这个就是我们的福音里面 其中一个真理 今天我们相不相信呢 可不可以再看回 这个耶稣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我们相不相信他真的是天主呢 如果耶稣是真正我们的主 让他看到 当有永恒的指引 有永恒的方向的时候 我们今天的烦忧 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释放 我是有个目标去的 我是有个不变的原则去跟随的 而这个原则 我是深信也都经历到 一个真正内在的释放的时候 很多眼前的困难痛苦 不方便 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 就会有一个正确的位置 如果我只是看到眼前那么多 我就要尽量去寻找安逸 舒适和享乐的话 那这个东西是经常都变的 眼前那两尺是经常都变的 我们的生命就会很容易被波动 很容易会很潮水很低 很容易会很愤怒 很容易会觉得很无助 很没有方向 但如果我的方向是有永恒的角度 永恒的清澈 很远的目标的话 眼前那两尺土所变的变幻 为我来说是湿湿碎的 是一时的波动 而天主给我们的就是那个永恒的目标 爱的真实 生命的真实 所以今天我们感谢天主 彰显了祂来到世界上 也同时永恒的与我们相聚一切 给我们一个永远的家乡 永远的希望 而今天特别在彌撒圣祭之中 我们每次参与的时候 我们进入这个爱的门槛 进入这个与天主永恒的承诺里面 今天祂的扶持 今天我可以和祂在一起 因为祂知道祂永恒的路 今天我和祂可以面对眼前短暂的一些改变 因为祂知道永恒跟着祂爱的道路 宽恒的道路 积极的道路 懷着希望去扶助去服务别人的道路 去专注于眼前爱的关系里面的道路 不受眼前短暂的改变 短暂的不如意 短暂的失去 短暂的等待 所以今天我们感谢天主给我们这个很大的盆石 一个安心信任的空间 我们就知道耶稣你真是我的君王 耶稣抓住你 我不怕眼前的改变 眼前的动荡 眼前的不公然 我不怕 因为有你就如已在永恒的道路 有你就如有永恒的归宿的肯定 祂要求祂今天临在我心中 做一次做我的定心的盆石 做一次辅助我去 亦都作为这个信任的彰显 作为一个平安的彰显 作为一个稳扎的彰显 让我可以帮助我身边和我一起同行的彰显之妹 好远这个世界都知道 你来真的召唤了我们 你来是为所有人 愿意去跟随你的人 准备了安全的永恒家乡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